成都的春天冷到需要穿羽绒服 还有白气看到没有 你们之前不是说 我们成都人取暖全靠头酒 No 我们不仅靠头酒 我们还靠翘酒 我们今天吃的这一家 乐山胖哥翘脚牛肉 就是取暖神器 一碗牛肉汤喝下去 热到你脱外套 你们知不知道 翘脚牛肉的翘脚到底怎么写 竹子旁的翘才是正宗的 为什么呢 因为翘脚牛肉 它的来源就是翘着脚吃 然后翘脚牛肉的灵魂 真的是这一锅汤 这锅汤里面它加了有 牛内脏 牛杂 牛骨 牛肉 还有密质的中药 锅里面是什么都有 它给你配好的 但是你吃的时候 你可能要捞一下 要找一下你自己喜欢的 像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牛肚 我就单点了一碗小的牛肚 我刚吃的感觉就是 聚脆 聚弹 那种脆弹的感觉 完全是正耳膜知道吗 弹走鱼尾尾尾尾 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就是配干碟 这个干碟也是各家秘制 这个战略真的口味巨重 非常的呛辣 我现在要吃一个 他们家的特色火爆菜 火爆牛肝 刚刚那个师傅的原话是 You get butter 什么十八船怎么说 乐山话 牛肝是 better 意思就是说 十八船之内就要把这个牛肝传起来 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没到十八船 它直接就是七八秒的时间 粉 嫩 脆 甜 没有丝毫的内脏的腥味 它里面的配菜其实是加的有 泡萝卜和泡的野山椒 它的泡萝卜是酸甜味的 它这个干的火盒真的是掌控的非常好 必须要是那种集火快炒 完全就是属于刚刚断生的状态 粉粉嫩嫩少女牛肝 少女可能不太吃哪个干 少女就在吃了 另外一个招牌的火爆菜 这就是火爆牛舌 我现在是藕加牛舌加泡萝卜吃一口 它牛舌炒得非常细嫩滑爽 出入口有一种很温柔的烧烤味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很呛的烧烤味 它是温柔的自然加温柔辣椒粉 然后裹在那个薄薄的牛肝上面 看下这个牛舌它切的多薄 好嫩 而且它牛舌里面的脂肪真的是很香 你嚼嚼嚼它那个油脂的味道就出来了 然后里面的配菜就很丰富了 我刚才吃到的藕对不对 现在还是土豆 这不是一盘烧烤菜吗难道 像干锅 对像干锅 这都好吃 出入口是那种重口味的烧烤味 你再吃再吃泡椒的酸香味就出来了 吃到尾巴的时候 它又会回一点点的甜味 所以一道菜你吃出了前味中味和后味 有没有很厉害 我们吃下牛肉吧 这个牛肉它切的非常薄 但吃起来还是有嚼劲 而且是属于越嚼越香的那种 关键是它那个牛肉它是逆纹切的 切得很薄的同时 它很能吸那个汤汁 就是你吃的时候 你还是能吃到那个汤的那个鲜甜味 这个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 它叫牛脂肪 牛脂肪就是牛肉的味 虾肚子 它很软 还可以有一点点跑 就有一点点想肥 感觉比肥有多了一点焦点 好软 这个好吃 我吃了紧切的 它们叫白肚 总的来说它们家内脏都是煮的比较软 口感吃起来很棒 果冻牛筋 刚才我吃的那块牛筋 它煮的非常的软 就是你牙齿轻轻的一压它 它就会碎掉 但是你有感觉 我吃了满满的胶原蛋白进去 然后裹着这个辣椒 就觉得香味又翻倍 我们来吃一个粉蒸牛肉 它们家的粉蒸牛肉的粉 裹得非常的薄 吃起来是又有肉又有筋 因为它用的是牛肋腸 那部分的肉它也是比较好嚼的 牛肉非常香 越嚼的那个味道会越出来 它那个粉有一股很特别的香甜味 像是用了某种酒 好了 等牛肋腸 小肠 这没多少 没事 董唐那人吃翘脚牛肉 哪能不点牛小肠 它外面这个肠韧性十足 那边有一层薄薄的油 那层油 就是精华 巨香 我还要了一份莲花白 因为我们刚才煮进去的莲白 已经没有混了 现在我们现煮一份 炒酒牛肉的莲花贝 绝对死 Cream你知道吗 自从吃了翘脚牛肉里面的莲白 你才真正的认识到莲花白 原来那么的甜 脆和香 你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它不过是素菜 对不对 但如果你吃很多 你吃到最后 这一箱 嘴巴这一箱 会粘上厚厚的一层牛油 真的 我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你不要那个表情 我能说难受 对啊 就是很油 但很爽 不挺爽 成年人的世界我不懂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设计一家 乐山胖哥俏脚牛肉 它人均是50元 这家店其实是我乐山的粉丝 推荐给我的 他跟我说 在这家店里面吃到他的乡愁 边吃边哭 我是觉得你喜欢吃俏脚牛肉 然后你又觉得去乐山 一趟很麻烦的话 来成都这家店应该就没错 超追牛肉 好是 哈哈哈哈 我死死了 我聊聊 潮椎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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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搞定是潮椎还是潮椎 潮椎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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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的画怎么那么难啊 ШУМ 洩椎牛肉 可以 speak